我们说过雅歌是一本描述男女爱情的诗歌集 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就是这一首情歌的中曲 那么在这样一首情歌当中 最后会是怎么样的结局呢 在十一节跟十二节 新郎先说 所罗门王虽然有自己的葡萄园 但是却不是自己在耕种 而是租给别人耕种 收取租金 但新郎却说 他有自己的葡萄园 意思是说 他不用像电农一样 需要付高额的租金给别人 而是可以自食其力 只等着新郎入门 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产业上 一起努力打拼并享受生活 也就是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那么这个东风 就是新郎被新郎风光的迎娶 成为一家人共同生活 这里让我们想到 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记载 当主耶稣将要被卖的那一页 他对门徒们说的话 其中一段他说 在我父亲的家里 有许多住的地方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主耶稣其实是用当时的人 在订婚的时候 新郎对新娘的承诺的用意 主耶稣说这些话 就是将教会当成他的新娘 他先回到上帝那里去准备 为了要在天父所定好的日子 回到世界来接我们进入上帝国 基督的这个最终的盼望 我们看到在雅各的最后一节 新娘说 亲爱的快来吧 在启示录最后一章的结尾 使徒约翰说 主耶稣啊请来吧 他是代表所有的信徒 对基督再来的热切的呼求 当然也应该是我们的祈求 主耶稣啊请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